走这边看一看 队友情义 请继续参观 这边可以参观 新戏故里 陈亚琼虽然长期在香港工作 但他心里时刻牵挂自己家乡福建永春 1981年世界杯冠军后 陈亚琼回到家乡永春 到母校永春第六中讲解排球运动 第六中学就是在这条街上 这边 也是一些杂志 然后 这里是 球鞋 这个是运动鞋吧 还有一些是护具是吧 还有一个小人书 是不是当年 陈亚琼他穿的 这是陈亚琼获得世界杯冠军后 与启蒙教练 郑明帝 师学武和引流链 新戏故里 护山古镇 正与家乡 陈亚琼与著名画家 黄永玉老先生是多年的好友 老先生也是陈亚琼夫妇 非常尊敬的前辈 一次黄老提出要送陈亚琼一幅作品 陈亚琼得知自己家乡永春 护山镇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实 就请黄老为自己家乡提字 黄老心言应允 陈亚琼把这幅 珍贵作品赠送给家乡 这几个护山古镇 就是在这个镇的大路边 我们现在看有一个 在一个石头上面刻着的 在他那村 这个镇要进来的时候 那个大路边 就是刻了这几个字 按照这个样子 就是原版刻下去吧 从这个新戏故里出来 就到了这个天井这上面了 这下面还有一口井 这上面是后来有重新弄过的 重新有修整装修过 看起来很漂亮 走到这边也是旧居 这边有一个画像 中华民国一十七年 陈子田小巷 这边是一些书法作品 这边也是 我们现在往下面走 下来之后 这边依旧有很多简介 还有一些画 这个衣服 不知道是不是 陈亚琼 当年穿的 这边有一些笔记 笔记本 这是 是不是当年 陈亚琼的笔记 华侨大学 这里 这里一个收音机 老式的 还有这个老式的电视 这个也是老式的电视 一些合照 这是 应该是老式那种行李箱吧 这下面是一些小人书 从这边过来有一个 领导关怀 习近平与陈亚琼夫妇合影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都是一些领导的合影 都是一些领导的合影 往这边走 这是做饭的地方 还有灶台 桌子 设备和这些东西 一应俱全 柴火 这个大锅 太老了 都已经穿孔了 从这边过来 还有一个 做饭的地方吧 有两个 做饭的地方啊 这个天井下面的这一口井 还非常清澈 估计还能用 在这里拉个广角 看一下 再转过来 这后面 后面就是一个 这些雕塑 女排的一些雕塑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一个排球 排球造型的这个鹅卵石 入档试词 入档试词